全世界的黑社会成员大都来自贫穷和暴力的家庭 进教会进不去只能进黑社会 黑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年轻人不要进黑社会 进黑社会就是死路一条 这些话都是出自一位国际型黑社会组织的首脑 教父级的人物洪汉义的口中 因为父亲的原因饱受周围带来的屈辱和白眼 为了不让母亲和兄弟姐妹再受到伤害 他抱着一定要混出些名堂的信念 加入了香港最大的帮派14K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洪汉义曾经站在14K的权力最高点上 可这样的光环之下并没有让他变得快乐 良心的不安最终在传教士的引导下得到了开解 一代风云人物也终于迷途知返 放下了他的江湖情节 2018年教父洪汉义因癌症离开了人世 享年71岁 他的葬礼上很多其他社团的元老级人物 都来送他最后一程 这位与病魔心魔纠缠了很久的大佬 终于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虽然癌症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但是对洪汉义而言 更加无法忍受的 则是抑郁症带给他的日夜颠倒的折磨 随着年龄的增长 洪汉义开始回忆着自己种种的过往 然后反思后怕 虽然身边从来不缺女人 更是有着花不尽的钱财 但他却觉得越来越空虚和寂寞 在组织里拥有着可以翻云覆雨的至高地位 却无法阻止病魔的纠缠 这位曾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的大佬 终于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万能的 他开始面对现实 积极地变防名医 花了许多钱治病 却一直未能治好 直到后来找到自己的信仰之后 他开始平静面对自己的内心 并且真诚地检讨自己的过去 洪汉义曾经做毒品生意赚得盆满钵满 他将泰国和金三角买来的毒品运到全世界 但是后来他意识到 这样的行为害了好多人 看到有人吸毒 他的罪恶感就会增加一分 良心的谴责加上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 使得洪汉义最终退出了毒品生意 但是回忆起自己曾经犯下的错事 他就觉得有一些追悔莫及 长期的悔恨与纠结洪汉义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精神上的疾病不同于普通身体上的疾病 即使依靠药物的维持也只能缓解症状 要是想根治则一定要先说服自己放下执念 既然过往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 那就把目光放在未来之后 洪汉义开始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他专门成立了有信仰的协会 并且专门招募年轻的社会闲散人员 引导他们积极向善 而不要像他当年一样误入歧途 这个协会在洪汉义的带领下 做了很多事情来帮助社会公益事业 赢得了社会上的一片赞誉 就连许多之前洪汉义相熟的很多大佬们 也在他的影响和说服之下 也相继同他一样开始参与公益 再回首 洪汉义走上黑帮之路 其实跟他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1946年洪汉义出生在广东的潮州 当时正值内战 而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一名军人 内战国民党败退后 有一部分不愿意去台湾 又不敢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残部 选择了偷渡去往当时尚属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洪汉义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香港局势未定 因此洪汉义的母亲带着15个孩子 仍然留在了大陆 顶着父亲是国民党军阀的帽子 洪汉义家的日子并不好过 时常会遭到批斗 当时各种不堪入爱的头衔都会往他们家扣 洪家的孩子时常会遭到一些人的欺负 但是又不敢反抗 因为反抗只能引来更激烈的报复 洪汉义的母亲是个大善人 早在父亲还在 家中富裕的时候 他母亲就乐善好施 因此在地方上积累了很好的口碑 有一次洪汉义的母亲被拉出来批斗 几乎丧命 幸亏全村的乡亲们都出来求情 才让洪汉义母亲免于一死 小时候的洪汉义默默地发誓 长大后要出人头地 绝对不让人欺负 同时母亲的善举也深深地影响了他 使得他日后即使进了黑帮 仍然在心底埋下了一颗向善的种子 洪汉义11岁的时候 终于等来了父亲的消息 有个传信人带着父亲的书信来到洪家 信上写道他在香港已经稳定 让母亲带着孩子们跟随传信人一起去香港 到了香港后 洪汉义终于有机会读书了 在父亲的安排下 他进入了一间小学读书 可是这时他发现他并不喜欢读书 反倒是外面社会上的事情更加吸引他 他经常出没于一些黑社会性质的场所 喜欢听一些帮会的老人讲他们那些快意恩仇的故事 洪汉义上学的时候 坐在学校的日子可能不到应有的一半 15岁的时候学校认定洪汉义为不良少年 直接把他驱逐了出来 无学可尚的洪汉义反倒没有了束缚 他很快加入了当时上属年轻的社团14K 14K由洪汉义父亲的同僚 也是国民党残暴的葛兆皇创办 洪汉义由此正式踏上了他的江湖之路 洪汉义的父亲知道后并没有十分的生气 他对洪汉义说 加入社团就不可以贪生怕死 如果你死了我还有八个儿子 最多也就伤心三年 但你要是给家族丢脸了 我会记上一辈子 这番话相当于对洪汉义加入黑帮的明确支持 让洪汉义更加坚定了决心 要混出一番名堂来 洪汉义一有脑子 二有胆量 三有野心 让他在14K里混得风生水起 原本他是跟着一个个的大傻大佬在干 但是几年下来 他很快就成为了大傻堂口的军师 让堂口的收入翻了好几番 赢得了包括大傻在内的堂口所有人的敬重 随着野心的膨胀 洪汉义甚至在警察局内进行布局 建立自己的庇护伞 香港的警察局曾经有过一段腐败黑暗的时期 就是拜当时这群大佬所赐 有了庇护伞的洪汉义 紧接着就盯上了最为暴力的毒品买卖 并且做得顺风顺水 和当时的波豪等人几乎三分香港的毒品生意 后来1974年波豪案发 在之后的数年内 香港的毒品生意更是让洪汉义一人独大 但是波豪案也同时让洪汉义意识到 毒品生意不能长久地做下去 他于是转而开始夜总会生意 并在1980年和同门胡须勇一起开设了 亚洲最大最豪华的夜总会 348迪士高 利用348迪士高 洪汉义不仅完成了转型 还把他以前毒品生意洗得干干净净 1984年警方以贩毒罪逮捕洪汉义的时候 居然查不出任何证据 最后只能靠其他台面以下的方式 才使得洪汉义被判入狱13年 出狱后的洪汉义仍然是大佬做派 除了348迪士高之外 他又看上了赌博生意 洪汉义的眼光很独到 线下赌场生意已经被别人所垄断 他很快就发现线上赌场仍然是一片蓝海 很快亚洲最大的线上赌博公司在洪汉义手里开张了 洪汉义总能在合适的时候切入合适的行业 巅峰时期的洪汉义掌控的公司达7个之多 最高时据说一周就能入账一个亿 洪汉义虽然做过许多的错事 但是对朋友他却非常的仗义 凡是与他交往密切的朋友回忆起 都对其竖起大拇指 根据当时一个大佬回忆说 Teddy哥对兄弟重心重义 从没做过对不起我们的事 有一次我做公益事业 找人帮忙捐点钱 第一个找的就是Teddy哥 本来告诉他捐一万就可以了 然而他马上说 一万太少我捐五万吧 还有一次别的帮派的一个小头目 跑到洪汉义开的348去消遣 他带着一群人十分大方的开了两个包厢 可是到结账的时候 他却没有钱付 负责收钱的小弟 实在无法解决这件事情 正巧洪汉义就在这里办公 于是他赶忙去找洪汉义汇报此事 洪汉义来到这个小头目面前 开门见山的问道 你是不是没有钱买单 那个人十分不好意思的摆了摆手 洪汉义见状也没有说别的 他直接跟负责收账的兄弟说 两个包厢一个算我的 一个算他的 当时洪汉义的这个帅气十足的举动 时至今日都被大家拿出来 大家赞赏 觉得这才是一个大哥应有的样子 不同于其他的黑帮老大一样神秘 洪汉义的经历 很多都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口述 可以说他是一个曝光率最高的黑帮艺人 不论是他之前在组织中持的所作所为 还是他退出江湖之后的积极向善 洪汉义始终都没有为自己开脱罪责 坦然面对自己所做过的一切 虽然他做过很多危害社会和民众的事情 但他后半生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 同时大力呼吁年轻人不要误入歧途的举动 还是难能可贵的